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选民反映近期接到拜登总统的自动留言电话 告诉接听者不要在1月23日的该州初选中为特朗普投票 新罕布什尔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 初步迹象表明该电话系人工智能生成 目前电话发起者和覆盖选民人数仍未可知 正在对这些欺骗性信息进行调查 并称这些信息有可能是企图破坏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和压制该州选民的非法行为 调查之前新罕布什尔州一位著名的民主党人提出了投诉 他的个人手机号码显示在接听电话者的来电显示屏幕上 据悉AI语音电话以拜登的口头禅真是一派胡言为开头 称23日的投票只会让共和党人再次选举唐纳德·特朗普 你的投票将在11月起决定作用 而非本周二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回应称 那通电话确实是假的 总统没有录音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一位发言人 也否认与这些电话有任何联系 1月22日罗素维德案判决满51周年 拜登政府借此机会宣布新措施 扩大医疗院所提供避孕 堕胎药物的管道以及进行紧急堕胎医疗服务 也是最高法院2022年6月裁定终止联邦对堕胎权保护以来 拜登政府捍卫堕胎权最新的反制行动 新措施为了方便女性取得避孕药物 将公布联邦新指南制定明确标准 并根据可负担医疗法免费提供FDA批准的避孕药 卫生部部长被希拉22日发表公开信 呼吁医疗保险相关业者配合 提供投保人所需避孕药物 内华达县警察局表示 一场始于2023年底针对私人汽车卖家的骗局 似乎已经蔓延到了该州北部 警方称该骗局始于有人通过Facebook Marketplace或Crixlist联系卖家 假装有兴趣购买车辆 然后买家将安排检查和试驾车辆 试图完成骗局的人会对有机械故障的车辆 提出极低的报价 并以低于其价值数千美元的价格 获得一辆功能正常的车辆 内华达县警察局建议说 避免骗局可在公共场所约见潜在买家 如果怀疑存在机械问题 不要屈服于大幅降价的压力 直到你让一个值得信赖的机械师检查车辆 暂停交易 直到缺陷可以被双方确认 纠正合伙接受 警惕那些低报的报价 在交易时完成所有DMV所需的文书工作 任何感觉自己可能受骗的人都被鼓励联系警方 加拿大移民部长米勒1月22日宣布 未来两年将大幅缩减外国留学生签证的签发数量 以缓解该国在住屋和医疗等所面临的压力 新政将限制将导致获批的学生签证减少35% 2024年的目标是批准约36万份本科学生签证 新设限仅适用于修读本科课程或文凭的学生 并不会影响申请延期学生签证的学生 作为改革的一部分 加拿大政府9月份起 也将不再向以公司合作模式运作的大学毕业生 发放工作签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